南美国家阿根廷的刑事高等法院在4月17号作出决定 判决阿根廷联邦刑事法庭重审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 还有前政法委书记罗干 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 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罗干2005年在阿根廷被起诉 2009年的12月份 阿根廷法官奥达卫·阿绕斯·拉马德里 裁定江罗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罪名成立 并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出访的被告江泽民和罗干予以逮捕 并引渡到阿根廷受审 那么这份国际逮捕令使得中共惊恐交加 立即通过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 给阿根廷的法院和各个国家机关施加压力 迫使拉马德里法官辞职 并安排继任法官在上任的第一天 就撤销了这份国际逮捕令 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随后两次提出上诉 并指出案件发生波折 是因为中共政府的政治压力所致 在历时几年后终于是上诉成功 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的律师 亚历山大科威斯表示 希望法院能够尽快恢复被撤销的国际逮捕令 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